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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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魏泽西呢在上个月的12号是已经去世了 那么据报呢他在临终前也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是呼吁民众不要再受骗了 那么这个事情也是不断的在发酵 那么对于相关的股市方面有没有带来一些影响 可以跟我们剖析一下吗 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 虞润呢主要是把这个矛头呢指向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百度 因为呢魏泽西在求医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通过呢百度搜索呢 找到了这个排名在前列的这一家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 并且呢是接受了这一家医院的一个推荐的治疗方法 但是呢最终呢却是这个耽误了其他的一个治疗方法 而这个百度呢就是呢通过竞价排名的方式呢 把这个医院呢排在了一个搜索的前列 所以那么对这个魏泽西呢也是产生了一些的一个误导 那么相比之下呢像是谷歌呢也同样呢 是提供了这种搜索的一个推广的服务的 但是呢谷歌呢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呢 都会标有明确的这种广告的字样 同时呢像是要在谷歌上面投放一些药品啊 之类的一个广告的话呢 都是需要呢获得这个FDA啊和这个美国药房理事会的这种认证 那么同时呢谷歌呢它也是有这种自动广告过滤的机制 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呢都能够杜绝一些虚假医疗广告 而这个百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就相比之下呢那么不利于呢公众呢搜索到一些准确的信息 所以呢在事件发生之后呢 那么相应的一些监管层呢也都是成立了一些调查组啊 进驻百度啊 并且那么一些国家卫计委啊 也是联合了其他的部门呢都已经是啊这个应发了集中 整治这个网络依托啊等等的这种专项的一个行动方案 那么百度的股价呢在周一的时候呢收盘呢是跌幅将近8% 周二的呢也是继续的一个下跌 那么两天的一个市值的缩水的幅度呢是有将近70亿的美元 那么事件受到影响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普天系的医院 因为呢这个魏泽西就医的这一家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呢 这个设施的科室呢刚好呢是这个外包给了这个普天系医院的 那么普天系医院呢在国内的这种民营医院的市场当中的占比呢 是超过了80% 由于呢它的一些专业技术呢都是难以呢跟一些的一个公立医院呢相竞争的 所以呢普天系的医院呢也是通过一些百度的推广啊等等 投放了大量的一个广告费呢来提高它的一个知名度 并且呢是推广它的一个业务 甚至呢很多呢可能会采用一些并不规范的手段呢来进行一个牟利 那么在普天系相关的上市公司当中呢 港股当中的这个华夏医疗呢昨天呢是有大跌了13.12% 那么今天呢也是继续都有所下跌的 另外呢像是这个和美医疗啊和这个万家集团啊都是在昨天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 那么在A股市场当中呢相关的股份呢 这个中原协和呢600645呢昨天呢是全天停牌的 那么停牌的原因呢也是跟核查这个相关事件呢和这个普天系医院呢都是相关的 此外呢那么中原协和呢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公告呢 非公开发行这个股票来募资15亿当中呢11亿的一个资金呢就是用于全资收购 一家叫做上海科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而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呢真好呢就是在这个魏泽西事件当中备受争议的这种细胞免疫治疗法 同时呢那么也是跟之前设施的这家医院的一个细胞免疫治疗法的一个合作伙伴 所以呢在事件发生之后呢也是令到呢中原协和的这个收购呢存在了更加多的一个变数 那么今天呢这家个股呢也是继续的一个停牌的 如果呢整个的一个这个收购被暂停啊或者之后是复牌的话呢 可能股价上面呢可能都会有这个下跌的一个状况 嗯那么刚刚您也是提到了这百度的一个搜寻软件的引擎呢 是通过这个竞价来到排名的 也就是说给的钱越多那么排名就会越前了 那么以至于是这个呀公啊这家医院呢 可以是排在搜寻网的一个狩猎啊 那么导致了这个魏泽西因为延迟治疗死亡的这样一个悲剧了 那么既然谈到这个医疗我就想请问一下潘小姐了 那么医院这个夸大治疗效果这个问题呢 在行业里面是普不普遍呢 以及这一次事件对于医疗体系能不能带来一些改变 那么回到股市方面了 那么那么对于整个的医疗板块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嗯从表面上面看呢 事件呢可能是这个跟医疗的一个搜索排名啊 或者说是这种医院的一个虚假的宣传治疗方式而所引发的是有关系的 但是那么可能从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方面去考虑的话呢 这也是呢跟民营医院的一些这种盈利的方式啊 以及呢它的一个监管都比较缺乏呢 不无相关 那么民营医院呢 嗯之前也都有提到呢 因为它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技术啊 可能跟这些嗯这种公立医院相比呢 都是缺乏一些竞争力的 所以呢就通过大量的一种广告的一个投放呢 来推广它的一个业务提高知名度 那么甚至呢嗯都很多呢 存在着一些种夸大效用啊 虚假宣传啊来误导公众 那么在收费方式上面呢 那么相应的一个标准呢 也都是比较的存在比较多的这种乱象 所以呢那么这方面呢 也都是暴露出呢 在这个医疗的体制方面呢 有很多的一个缺陷 那么在这个医疗改革的进程上面呢 可能呢都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加快推进 那么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呢 政府呢需要进一步的增强 它的一些公益的性质 那么加大一些财政的一个补贴力度 令到呢这些公立医院呢 避免呢它的一个一味的一个追求 它的一个利润 而对于呢民营医院方面呢 则是要进一步规范它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那么监管呢也需要更加进一步的一个完善 那么允许呢它在这个完善监管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才进行那么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追求 那么另外呢这一次事件呢 涉及到的这个细胞免疫的治疗技术呢 那么之前呢市场呢对于这些技术啊 以及呢一些精准医疗等等方面呢 都是看法呢非常的一个乐观的 那么这些很多的这些企业呢 在收购了一些具有这些技术的一个公司之后呢 也都是呢在这种个股上面呢 都受到呢市场的一些追捧 那么在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呢 可能呢也是令市场呢 那么这个了解到呢 对于这些技术方面呢 会存在着一些同样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对于一些医疗项目的一个资本化的信心方面呢 都会进一步的一个产生这种动摇 但是那么这个事件呢 对于这个医疗板块的影响来说呢 短期呢应该是偏向负面的 但如果呢之后呢 随着这个整个行业进一步的一个规范啊 监管都加强啊 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 都还是呢有助于呢 行业呢未来是有一个比较更加健康的一个发展的 所以那么这方面看的话呢 又不是一件坏事 那么同时呢它的这个事件呢 对于个股上面的影响呢 应该说是会大过对于整个板块的影响 嗯 好的我们感谢潘小姐做出的详细分析 那么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股份和资产有趣吗 没有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